字幕視頻 遼寧街 長安東路 跟珠淪街 才會都在二段 有什麼 臭豆腐 北海道 魷魚 麻油 豬肝喔 遼寧街 中國有個遼寧省對不對 遼寧省是在 是在那個 山東省的旁邊嗎 遼寧省是東北這邊嗎 對啊 遼寧省 這個 一個航空母艦 本來是要什麼 施良號 施良號是什麼海軍的 結果變成什麼號 遼寧號 用一個省的省名 來做航空母艦的名字 結果台灣有個什麼 遼寧街夜市 對不對 這叫什麼 中國拍台灣的馬屁 你 你要這樣講也可以啊 對不對 中國人 台灣的 破爛爛 中國人破爛爛爛 不知道他幹嘛用一個遼寧 用我的生日 這就是啊 中國人破台灣人的 人趴 統戰啊 這就是統戰 這就是統戰也沒什麼啊 你有沒有覺得 好像沒有那麼 敵人了 有點親切 以後我們去大陸啊 這個 中國第一個航空母艦叫什麼號 遼寧號 那台灣有一個遼寧夜市耶 遼寧街 我住在旁邊而已 遼寧省遼寧街 有共同的話題 慢慢這種敵意化解啊 化解以後啊 化解以後 化解以後 今晚講的主持人啊 主持人耶 今晚講的主持人耶 都變成阿拉阿了 啊 台灣最近放在家裡啊 今晚講的主持人 今晚變阿拉阿 哇勒勒 真的要 你們一部的要台人喔 啊 在台灣搞這 一定要 用這種風格 什麼無樂天風格 汪本湖風格 我腳很痛 對 放在那裡 那個 航空母艦喔 你有一艘船啦 你看我們都看到他的這個變化有沒有 當初他船破破的有沒有 還是那種鐵的顏色有沒有 不當然 就是那個 還沒有上漆有沒有 他是從 前蘇聯 買過來嘛 後來上漆 然後呢 現在變得可以起降 真是起降啊 真是很厲害的齁 因為那個降落啊 你飛機要降落啊 就是他 他們前幾天也在講 你要降落要 很常要跑道 飛機慢慢停下來 可是航空母艦人 很短啊 所以他要 繩子要勾住 停下來 這很不簡單 所以我為這個干預杯啊 很棒 我終於看到他 還起飛 那些 千十五 降落 咻 勾住 這什麼 可以用 可以用 成功了 成功了 這是看他成功了 哇 航空母艦降落 因為那距離很短 是不是啊 一定要用勾子 那勾子也是個技術啊 一個繩子 旁邊好像是用那個 蒸氣的 導引的 一勾 然後是拉回來 拉回來 看過嗎 他這個 底下 勾子底下 那種 那種蒸氣的那種 推力的 或是那種 抑壓的 那也是一個很複雜的技術 好棒喔 感覺很棒 這慢慢啊 只要有這種 欸 大陸的成就啊 跟我們有關係 他的成就就是我的成就 慢慢這種感覺的人 越來越多啊 就成功了 對不對 就融合了 就磨合了 對不對 啊 現在這樣了 再喝一杯 其實自己想喝沒有 真的要慶祝一下 航空母艦 你的飛機要成功的起飛降落啊 這是很難的耶 當初那個船 你看有一點 很客難的樣子 很艱苦的樣子 都是那種 生鏽什麼 後來七成白色 到現在有飛機了 真的起飛降落 好棒 啊 真啊 谢谢观看